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开始我们说要用奉献的观念来立他 而不要用牺牲的观念来立他 那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牺牲换为奉献呢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您上集谈到 就说 事实上牺牲啊 还是有我在里面啊 是一种断键啊 那我就想起来 你说牺牲是不太好的 可是我们想起就说 释迦摩尼佛 在他成佛之前 他也曾经牺牲他自己啊 他这个舍身卫虎啊 然后他这个割肉啊 卫阴 这不都是一种牺牲吗 为什么这是不好的呢 里斯的故事很多了 在这个本身谈里边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本身故事里边呢 也就是说释迦摩尼佛在成佛之前的 行菩萨道的这个阶段 一生一生的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奉献 就是全部用全身命奉献的 那么像这种 不能够叫做牺牲 还是叫做奉献 或者是叫做布施 为什么呢 非常简单的 虽然文艺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做了那么多的奉献 那么多的全身命的布施 结果他成佛了 就是说把自我中心放下了 他不断地把自我中心放下 不断地把自我奉献给所有的众生 奉献给众生 他把众生都当成菩萨 都当成佛 结果他直接成了佛 那这个又是以利他来利己的 不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牺牲了的话 这是断一件 从此以后没有了 整个的身体没有了 生命也没有了 这全部都已经奉献出去了 那比如说这个老虎吃这个兔子 或者说我们人用鸡来喂老虎 那这个兔子啊老虎啊 就是变成牺牲的 兔子和鸡 兔子和鸡啊 就是变成牺牲的 因为这个兔子和鸡不是自动的 不是自愿的 我们人把它拿出来 强迫它给老虎吃掉了 那这个是人用鸡来牺牲 用这个兔子来牺牲 来当牺牲 那么这个呢 这个事实上肚子不见了 这个肌也不见了 这个是站在人的立场 是这样子看的 人是这样子 把自己的身体 如果也去牺牲 牺牲以后没有想到 说我这个牺牲啊 这是奉献 我未来啊 不考虑到我的未来 我只考虑到 我奉献出去以后啊 这个对他有意就好 只有对我有意 没有意 没有关系 不考虑对我有意 没有意 这样子叫做奉献啊 奉献以后 事实上 你虽然把身体奉献了 可是你的精神升华 你的精神提升 你的自我中心减少 因此呢 智慧成长 慈悲性更深 更大 这个时候 你举你成佛的路啊 又近 是 可是在现象上看起来是 你的身体也是不见了 是相同的 是一样的 是 就是纯献上不一样 现象上是相同 纯献的观念上不一样 所以奉献跟牺牲 主要就是说 有没有自我中心的观念 对 所以 那么这么说起来 要把牺牲变为奉献 只是要转变你的观念而已 是 但是有时候会混淆 所谓混淆的意思呢 我牺牲也是没有自我啦 牺牲反正没有自我了嘛 是不是就是等于没有了嘛 不是牺牲就是断见 就是以后没有了 嗯 这个奉献不是断见 而是呢 我奉献以后 我还存在 我的什么存在 我的 我的功德 无私的慈悲 还在的 所以是 渐渐成长成为福 是 那么我们 对一般人来讲啊 要怎么样把这种牺牲的想法 转变成为奉献的这种观念 嗯 这是观念上的转变呢 嗯 比较的 这个困难啊 一个是习惯上的 我们 这个一般的人的习惯 就是讲牺牲 它不容易讲的奉献 你对一个教法子 对一个穷人 对一个 不如自己的人 尤其是对儿女 说是奉献 这是讲不过去 对儿孙 说是奉献 自己不愿意这样子讲 对儿孙来讲 说我牺牲了 牺牲我在老一代的人的幸福 我只要是下一代的人呢 能够幸福就好 我这一辈子是为了儿孙而幸福 为了儿孙的幸福而牺牲 我是甘愿的 那么这种观念呢 是根深蒂固的 这个很难转变过来 如果是要希望转变过来 就要把对象当成是菩萨看 当成是福的化身看 你就会变成这个 转变这个七身的观念 为奉献 所以我们佛教徒啊 把自己的儿女 叫做小菩萨 把自己的配偶啊 叫做同修菩萨型的伴侣 菩萨伴侣就是同修 那对于一切的 这个残障的 有病的 需要我们去帮助的这些人 所以这是菩萨化现 菩萨化种种相来帮助我们 所以一见到这是个菩萨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呢 比较麻烦的人 到我们庙里边来啊 我们庙里边的人就说 啊一个大菩萨来了 其实是呢 这叫我们困扰的 这叫我们麻烦的 但是我们 理言上就说 那是一个大菩萨来了 就是来帮助我们的 还有呢 有的人 正在起烦恼 正在啊 仔细烦恼 有正假人家烦恼的时候 我们呢 就会跟他讲 哎菩萨 这个不需要难过了 不需要痛苦了 用菩萨的眼光 看所有的一些人 都是菩萨 那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众生 当成菩萨看到的时候 一定会转变 什么 牺牲的观念 为什么 为这个奉献的观念 是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始里面 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能够把众生 都当成菩萨 那我们就会实时 升起奉献的心 也但愿我们都能够 在生活里面实践它 欢迎您下次继续 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各位观众朋友 您好 非常欢迎您 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呢 师父为我们开示了 奉献真正的意义和内涵 那奉献 跟佛教徒常说的 利他 跟利益众生 又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继续来 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是 师父 我们常说 这个佛教徒都说要利他 是利他的 是利益众生的 那么利他跟利益众生 是不是用奉献的精神 来从事利他跟利益众生 这两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两者是相同 是 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应该把自利利他 自利呢 就是自己减少自己的烦恼 解决自己的问题 利他呢 就是为他人解决困难 作为一个 所谓发布了 发了菩萨愿的人 那是以利他为主的 也就是说 不考虑自己的问题 就是呢 众生的问题是第一个 需要解决的 是 这个事呢 也就是说菩萨出法心呢 都为自己利益 献利益众生 这事呢 就是菩萨 也就是说 不考虑自己的问题 那就是利益众生 也就是利益他 利益他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从 站在一个菩萨的历程 就是罚了菩萨愿 就是利益他 可是奉献呢 这个更呢 这个谦虚一些 对于众生来讲呢 就把众生当成菩萨 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菩萨 觉得众生都是菩萨 众生都是啊 成就我们啊 成就菩萨道的 或者是成就我们 成佛道的菩萨 这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啊 来修行 菩萨道 所以这个正是那菩萨 因此呢 我们要对他们呢 做奉献 奉献就是说 自己是谦虚 自己的地位比较低 不是说利益他 我就说 我是个菩萨 我来帮助人 在观念上啊 有一点不大一样 那这么说 奉献是比利益他 还要更进一步的 更谦虚的 更谦虚 对 是 那么师父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佛教徒啊 要自利利益他 为什么 佛教徒还必须要自利呢 不能像 不能像菩萨一样 就是说 完全的利益他 哦 菩萨呢 是以利益他作为自利的 在利益他的同时 一定自己是得到利益的 但是呢 他是以利益他为目的 其实呢 成果自己是一定分享到的 比如说 我们要把陈小姐 有一辆车子送到你 安全的送到你 要目的地 我为了 这个帮助你 我要找一辆车子 我要陪着你 要把你送到你目的地区 目的是为了送你 找一辆车子 但是呢 我也去了 那我到了 那我也到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以利他为目的 不要以利自己为目的 但是呢 自己一定是 受到利益的 所以是 佛教徒 是中的 所以是有菩萨行者 应该是 这一利人 就是利己 不是的 首先考虑到 是不是对自己有利益 不考虑自己 有没有利益 只要对他人有利益 我 如果能力许可的话 我一定去做 那做到最后 自己一定 要有利益 可是 我在想说 那为什么刚入门的佛教徒 要先强调自利 是不是因为 如果一开始 就强调要利他 可能很多的人就说 哎呀 这样太辛苦了 所以他会想说 一些对我有什么好处 然后可能更进一步 我得到好处才想 原来才能够了解 真正的利他 太好了 的确是这个样子 人人多希望啊 自己的利益 是 因此在这个文物经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 为了让人呢 得到父的智慧 进入父法之门 首先呢 要用利益来引诱他 来啊 这个让他 感觉上对他有好处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 所以是呢 所以利益当前 比如说 我们呢 现在要举办一项什么互动 我们首先要讲 你们来一定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他 大家来了 没想到他们自己得到好处 他们不会来 不管是上课也好 听讲也好 参加互动也好 就是来信仰佛教也是一样啊 要告诉他们 你信仰佛教对你有什么好处 如果不说对你有什么好处 一般的人是不来的 所以是一般的人先要告诉他 你不得利益 因此就是智力 以智力为 你找手点 然后呢 再告诉他 利他 就是智力 对智力啊 更大的 这是进一步了 是 师傅虽然说 利他 就是比智力更进一步 可是很多人啊 可能这个观念很难突破 他会想说 为什么都是我要利益他人 为什么都是我去帮忙他人 我还想人家来帮忙我呢 那如果有一般人 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了解 其中的这个真正的含义 每一个人都是到处吐痰 到处这个吐口水 丢果皮 结果自己生活的环境里面 也是这样子的环境 就到处都是痰 到处都是果皮 垃圾 就是害人就是害己了 因此的利人就是利己 就是说我们考虑到 这个环境里面呢 不要随地吐痰 也不要随地丢垃圾 考虑到我这样子做 可能影响到其他的人 也会觉得我这样子做 那我不利益人 人家也不利益我 我利益人 人家也利益我 所以考虑到现在这个社会 很多人说 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了 这个很多的问题 可能要先从自己做起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因为自己不好 所以影响到大家都不好 有些人想到 我怎么一个人好 人家都不好 没有用的 不一定了 你一个人好 能够影响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都比较好一些 不要增加一个人 你自己也去做坏事 那这个环境更乱 谢谢 谢谢师父开示 我没头发 根据师父的开示 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的方法 不妨您也试试看 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师父常常说 利他就是利己 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 那么在日常生活里 我们要如何落实呢 同时奉献跟利他 到底有没有限度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师父您常说 就是利他就是利己 您上次已经解释过了 那是不是可能告诉我们 就再继续说明一下 为什么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 这两层意思 第一层呢 方便别人的时候 如果这条路上只能够一个人通过 那总有一个人要让一下 不管是你 是向同一个方向走 或者是呢 两个人不同的方向 一个向南一个向白 或者是两个人都是向南 但是这一路上只能有一个人通过 如果两个人都不让的话 他也不让你 你也不让他 那就两个人僵持在那里 如果让一让 子鸡好像吃得亏了 可是呢 让一让 让他过去了以后呢 结果呢 子鸡也过去了 如果不让的话呢 可能两个人会发生冲突 不但是呢 路都不能走过去 自己可能呢 会受伤害 而且老命都丢掉了 是 因此呢 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方便人 就是方便自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范围啊 环境啊 要看成呢 是我们 是一个共同体 人的生活 的环境 都是呢 单独一个人的 是许多人的 而许多人呢 都是共同互相有关系的 这个互相的关系 一时间 你看不出来 对人有利益 对自己有什么利益 看不出来 但是呢 把他眼光方大 把他眼光方远 这个就能够看出来 就能够体会到 比如说 我们呢 在山上烧一把火 把那个山烧掉了 是 看起来对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把那个山烧掉而已 这个对我自己是没有 没有什么影响的 就是把人家的山烧掉了 或者是人家的山已经在车火 我有力量去救火 我不去救 让他烧算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一座山烧掉以后 我们每一次经过那个地方 看到是光透透透的 这个都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出现的 另外一个呢 那个山烧掉了以后 随着保持就有问题 随着保持有问题 虽然呢 我们不是在山上 我们在山下 在附近 那整个的环境啊 都受影响了 对师傅 你就让我想到 那个前一阵子 就印尼啊 一个小岛失火 结果马来西亚 新加坡 附近的国家 全部受害 因为那个烟害 虽然我们没有受影响 我们没有 这些受它的烟害的影响 对 我们间接受的影响到 对 可能最近几天也快要受 不一定是空气力受影响 我们的心理上受影响 而经济的环境受影响 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态 都是受影响 这个全球都有关系的 并不是说一点上有问题 跟我们没有关系 是有关系的 中共有战争打战争打战争 他们在那边打 跟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那个人的一种 经济的生活 文化的生活 以及搭气的生活 是根本是共同的 所以是呢 放远的看 放大的看 我们就是 害人就是害自己 方便人就是 方便自己 所以这个力 它不仅是说 限于在这个台湾岛内 甚至应该把眼光 要放得更大 比如说 很多人呢 这个在海洋里边呢 比如说鲍鱼 这个把一些 吸震的鱼类啊 把它消灭了 这是破坏整个的 大自然的生态环境的 对 破坏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破坏了以后呢 本来是在海洋里边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海洋里的环境变了 生态环境变了 影响我们陆地 影响我们人的 所以是任何一环 只要我们不保护它 我们破坏它 暂时间 一时间 好像对我们没有关系 往远看 往大处看 对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那这是不是就是 佛教里面所说的共业的意思 是 是叫做共业 共同的一种毅力 只要我们自己造一点一 这个会回馈的 会回来的 这个而且那个 英国报应很快就回来 有的时候讲的英国报应 还蛮抽象的 其实都那么抽象 我们地球的环境是很小的 我们在哪个地方做一点坏事 就是影响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啊 那下次好像没有回来 其实很快 没有多久就回来了 是 我想我们多丢一点垃圾 很快台湾的那个 三百 两三百个垃圾堆都满了 又要再造更多的垃圾 迟早我们都要生活在垃圾堆上 结果台湾都是垃圾 台湾的人到哪个地方 人家都不愿意 那师傅您刚刚讲到共业 我也想到佛法里面有两句话 叫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跟共业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师傅能不能跟我们再解释一下 这有点更高一个层次了 共业呢 就是我们造的共同的这个 恶意啊 我们会受到共同的果报 只报音 共业的形成呢 也不一定啊 是说我们在地球上造的 我们目前造的共同造的意 而是造的同类的意 相同的意 相同的意 不一定呢 是在同一个时间 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区域 但是呢 他受到果报的时候啊 是在同时成熟 这个叫做共业所感的 这就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这个比较更高深一点 我有下一次我们再谈 好 那下一集里面 师傅再为我们开示 是 谢谢师傅 我没错 共业呢 迟早都会回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必须 一举一动呢 都要小心 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指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